一年一度的洛杉矶和清洁日活动将在这个周日举行 主办单位27号上午举办了记者会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区民众一同响应 为周遭的环境清洁尽一份心理 关心周遭的环境 南加州多个桥社每年响应台美人传统州 举办洛杉矶和清洁日活动 今年选在4月29号这周六举行 上午9点开始 主办单位建议大家穿着长袖、长裤、球鞋 戴帽子以及涂防晒油避免晒伤 邀请社区民众踊跃参加 这个河段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它不会叫你下到水里面去 就是沿着河床去捡 那我们去捡的时候 一方面也是对小孩一个非常好的环保的教育 你去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大部分的垃圾是什么 是stylet phone 还有potato chips的袋子 就是很多都是被冲到河床下 那你知道这些东西流到河流里面 对海洋生物是非常非常的不健康的 那另外一点呢 这个是洛杉矶和要恢复洛杉矶原本生态的一个计划之一 那当地的居民对我们台美人是非常非常的欢迎 那原因是一开始没有人愿意到那个社区去 从我们开始任养那个社区以后 现在那个社区是非常热门的一点 而且非常的漂亮 我希望各位乡亲可以多多的来参加 我想台美人关爱我们的社区 清理这个河的环保 也是我们台美人要对我们的社区一个贡献 参与主流的一个方法 希望各位乡亲当天不用担心 交通非常方便 你可以搭捷运也有 旁边有停车场 重点是九点到那边跟我们一起集合到十一点半 你还可以有抽奖 我想这是一个全家取家一起出游的一个好机会 又可以做环保来相应我们爱洛杉矶和 4月29号周六的活动 9点开始到中午结束 主办单位将准备纪念品 垃圾袋以及摸彩券 欢迎西家袋券一起参加 爱护我们的家园 为洛杉矶和的清洁 尽一分心力 中网电视采访报导